迎接海外家人返台 台北東區聯絡處承擔接機重任 從10月30號起1連6天 都有人力駐守在機場待命 劉承德雖有8年經驗 但每年還是戰戰兢兢迎接請勿 我們都要提早半個小時 來這邊了解班次的時間 結束的時候 我自己會再多留半個小時 因為萬一他們有很大錯班 就是還會臨時來的什麼 那我們還會再大家回禁食堂 這一頭接了機 另一頭在中山巴的工修處 志工也忙了好一陣子 準備海外家人搭車的晚餐 製作便當的時間 壓縮在三個小時內 這個是我們要給海外的家人回來 我們要給他們一點溫柔 好 用心做 這個不好的我們要挑挑 因為這個水傷的 我們吃的不舒服 我們要給他們一點水 好 雖然時間很趕 但志工還是用心在每個細節 廚房裡唯一的男丁 還是特地把工作放下 從石碳過來幫忙 海外家人回來受贈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在做生意 所以說今天特別休士一天 來跟我們海外家人經歷 就在便當準備好的時候 志工也把海外家人送頂的火車站 準備搭車回花蓮 我們到夜台以後 我們都盡量地把它集中 然後告訴我們所有的海外的學員 要注意的方式 哪些要注意的 車票啦 他自己的行李啦 還是安全的問題 我們會跟他分享 台灣志工善盡地主之宜 無縫接軌的照顧 只期望海外法卿 這趟心靈故鄉行 都能滿載而歸 大愛新聞 真善美志工 台北報導